而在高雄氣暴過後呢 很多災民依舊無法回到家園 因為他們的家已經嚴重受損了 他們只能暫時住在收容中心 不過有些災民則是一回家就發現 竟然有小偷上門 害他們氣炸了 沒水沒電 還是得維持生計 開店做生意 但店裡黑漆漆的怎麼辦 帶客人去做生意 帶客人去找東西 那怎麼找 可以帶我們去找找看嗎 找什麼 呃泡麵好了 煤燈當然比較不方便 是喔 那可是這樣子做生意 跟以前有什麼不一樣 這樣黑媽媽的 就是要拿手電 再怎麼客難都要克服 因為附近民眾就怕自來水 也遭到污染 還是覺得買水比較心安 但還住在收容學校的災民 心還是很不安 因為我們是重災戶的來自 我們是在第一現場 那我們是在睡夢中被炸醒的 嚇死了你知不知道 住在收容中心 雖然有志工們照顧吃住 但一顆心除了擔心家人 還得憂慮家裡或店裡 被炸的門戶洞開 會不會遭小偷 有災民一回家才知道 居然鄰居遭到 趁災打劫 這樣子很擔心那個 小偷會進來 那麼隔壁就遭小偷了 對 聽說隔壁被翻得很厲害 對不對 水沒電不能居住 但不住家裡又怕被偷 無疑是在傷口上撒鹽 也讓災區除了救難 還得守望相助 替防蕭曉 有DNTV綜合報導